因為我本身就是出生在彰化姓湖 姓鄉 雲中村 那個鄉下的種田人家 我父親的話 在我六歲的時候就往生 我們家裡的話有七個小孩 除了我大哥以外 我上面還有四個姊姊 我還有一個弟弟 所以我祖父祖母還有我媽媽 就是靠種田來養母前家 其實我媽媽的話真的很辛苦 就像你也知道 那個鄉下的話 水是很重要的資源 我們那個中道的話是水田 水田的話有時候你要搶水 搶水有時候三根半類 你要睡在那個馬路旁邊 怕這水的話會被人家 對 我媽媽雖然是女生的話 他也是吸牙 有時候的話我就撇著他去 夏天的話其實夏天蚊子很多 你還要說那個地的蚊子的話 我們就會做那種 那個旁一個 點 就裡面的話 就是就會插一些 會七蚊的那種草 把點燃放在旁邊 那蚊子才不會 不然你整個晚上你在那邊的話 就光被蚊子叮的話 你就受不了 所以我大概工作以後 媽媽的話就跟我住在一起 所以我這邊還有幾張的話 就跟媽媽當時 這個當時的照片 那這一張是 我跟我媽媽還有 兩個小朋友在親身 孝孫親人的話 就是在他那個 在世的時候 可以盡量 那個 讓他感受得到 次已經往生的話 像我大哥的話 他對我影響這麼大 而且確實有幫助到我 他也只能 像你在問的時候提一下 像這個在做這個時候 就隨意拚 回憶的話 那個紀念他一下而已